在我們戰課影片開始 請同學們幫Kevin老師一個小忙 協助按一下訂閱頻道 那訂閱頻道之後呢 你就可以即時收到Kevin老師的影片通知囉 好 就在右下角按下去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幫我按個讚 左邊這邊 當然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給Kevin老師 您的任何的留言 Kevin老師都會用心的看過並回覆你喔 那希望我的課程對你的日文學習有幫助 好 那接著我們正課開始吧 加油 在 正義在齁 正義剛剛講的文法都可以理解嗎 可以 那尤其是剛剛講的這個文法你有看過嗎 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這個感覺很簡單 可是騎下去你不會 就是我要幫你挑出來的問題所在 這樣OK嗎 了解 可以齁 好 接下來這個是關鍵中的關鍵 我先問一下齁 因為正義有學過日文文法 我先問你 你知道什麼叫貼型文法嗎 我沒有學過 好 那我問你 我們先前 那你先前影片有看過了嗎 有看你一點點 有看一點點是不是 嗯 那我們前面的一二三堂課你看過了嗎 前面的一二三堂課有看過 好 那我問你一個想法齁 好 還記得我說了什麼叫做一型嗎 後面有一 後面是一 後面有接一嗎 後面有接一嗎 後方是一 好 那什麼叫做他型 一樣 長體 一樣 一樣 屁股有他 屁股是他 對 那什麼叫做那型 一樣啊 正義一樣啊 屁股是那 是那 不是那 是那 哦 是那 對 那什麼叫做貼型 屁股是貼型 對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 屁股有貼 OK嗎 了解 好 那我們所說的一型 叫做形容詞 OK嗎 OK 那他型我們叫做過去式 OK 耐型我們叫做否定 OK嗎 OK 好 那T型我們叫做什麼 我們叫做動作的連接 OK嗎 OK OK這樣可以理解齁 好 那我舉一個例子齁 來 這中文什麼意思 吃了 嗯 是不是看得懂了對不對 對 對 對吧齁 來這個呢 去了 嗯 買了 對 喝了 是不是看得懂了對不對 對 很簡單對不對 好 否定注意看齁齁 來中文 不買 對 來 不說 看得懂齁 再來齁齁 怎麼變過去我們不管它 看得懂很重要 怎麼變不管它 來 他是做了一個動作 再加上第二個動作 對 他做什麼動作 去吃 不對 他是兩個動作不是一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去 第二個動作呢 吃 是的 去 然後再幹嘛 再吃 吃一種 嗯 你不可以把它合成是 去吃是一個動作 去 然後吃是兩個動作 OK嗎 OK 好 我們把中文先理解一件事情了喔 欸 去 然後呢 欸 比如說 好 比如這樣好了 去 第一個動作 為什麼我會這樣強調跟你講 因為他有推 推就是代表動作 一個動作一個動作的一個連接 OK嗎 OK 去的之後做第二個動作什麼動作 買 買 啤酒 是的 你不能把它講去買啤酒 去買啤酒是一個動作 OK嗎 OK 好可以齁 這就是我們的貼型 所以 動詞跟動詞動作是連接 兩個動作我要用貼型連接 那 1跟2 1跟3不存在 就是 動詞在前面 形容詞在後是不存在的 那我們最關鍵最關鍵的文法就是 最後一個1跟4 動詞在前面 名詞在後面 這個概念 有看到嗎 動詞在前 名詞在前面 可以齁 好 那我這邊告訴你一件事情 我必須加動詞改成圓形 才可以連接喔 好 到這邊正起可以嗎 可以 是的 連接 那我告訴你 連接的時候 我的翻譯的狀況 要加一個中文字 什麼字 這 好 那我問你喔 來 動詞已經變圓形了 四大詞性告訴我 動詞變圓形 後面只能加名詞 沒有其他的 因為四大詞性的連接都是獨特的 OK嗎 OK 來 請問這怎麼翻譯 買書 錯掉了 剛講過 動詞跟名詞 買的書 買的書 OK嗎 嗯 那我問你一個中文齁 買書跟買的書有一樣嗎 不一樣 嗯 我不問你哪裡不一樣 你只要知道不一樣就好了 OK嗎 OK 可以齁 好 這是買 這是我買書 這是我買書 中文對嗎 不是 中文錯掉對不對 好 注意看齁 對 這是我買的書 哪個文法是對的 這是我買的書 是的 所以當你文法弄錯 整個句子就怪怪的 OK嗎 OK 好 那注意看齁齁 來 我再問你齁 這個中文怎麼翻譯 吃 吃 吃飯的時間 吃的時間 吃的時間 吃飯時間都沒關係 都是對的 OK齁 好 再來 阿武東部大西怎麼翻譯 見面的朋友 好 見面的朋友齁 那我再要再延伸出去囉齁 正奇這延伸出去囉齁 中文怎麼翻 中文怎麼翻 買的書 買的書 要買的書 是的 買的書好像已經發生了 好像的感覺上齁齁 但要買的書發生了嗎 還沒 好 我是不是也可以翻成會買的書 對 對吧 會買的書跟要買的書不是一樣齁 是 好注意看齁齁 這是要買的書 中文幫我翻譯下來 中文 這是要買的書 哦 sorry 日文 抱歉 嗯 嗯 這是 嗯 嗯 沒有錯 沒有錯 OK嗎 OK 再來 注意看齁 這是我要買的書 注意看齁 這是 我 加一個我進來了齁 嗯 或是沒有老師好了 老師比較合理 這是老師要買的書 注意看齁齁 這個文 這個文章裡面 誰是主角 這個 對 所以這個是主角 老師不是主角喔 老師其實是第二主角 OK嗎 第二個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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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主要的主角是 這個 所以這字文會怎麼改 注意看齁齁 老師要去做後面動作對不對 是 老師做後面動作 哪一個助詞可以讓老師去做動作 可以 先生 が が 嗯 剛剛有說が是會讓名詞做動作對不對 是 對吧 這是老師要買的書 這樣OK嗎 先生が 了解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再延伸一下 再延伸一下 我要把動詞跟名詞 讓你自由的轉換齁 然後這個課本的後面的93頁 93頁我們這邊 95 94頁這邊有很多動詞 我已經把動詞分類分好了 注意件事情齁 我給你一個字 叫做 人 OK齁 那我希望把動詞跟人合在一起 いきます 要跟人合併 所以變成行人 可以嗎 行人 可以齁 OK齁 可以 圓形這樣一個 是的 那你等一下幫我唸行人出來之後 幫我翻成中文好不好 好 好來 所以接下來都是用人 用人這個詞 跟所有動詞做連結 所以行人 來中文怎麼翻 去的人 要去的人 喔 做做做 要去的人 好來 要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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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要耶 對 要 對嘛齁 他是不是要要 來 怎麼合併起來 嘿嘿 要的人 我要的是 動詞原型跟他合併在一起的 來 呃 いる人 對 いる人 OK嗎 嗯 中文怎麼翻 好 一樣的分子 是啊 就要的人 這詞很短齁 好來 再往下來 売ります 來 嗯 呃 売るりと 中文 不錯喔 這個是 這個是 要賣的人 很好 再來 好,來,置きます,來 要放了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了 OK 可以齁,好,來,謝謝鄭祺 好的 好,來,冠符,來,冠符在嗎 來,冠符一樣來 幫我用HIT,幫我稍微 換一下 好,冠符沒有反應齁,那我PASS下一位了齁 來,E-LIN,E-LIN在嗎 好,E-LIN也不在是不是 好,來,雅惠來,雅惠在嗎 雅惠 在啦,E-LIN在 好,在喔,好,來來來來 HIT,來 我是HIT 來 我是HIT 跟我什麼意思,來 推 推的人 要按的人 要推的人 這邊我們用按就好 因為在N5只有翻按而已 這個單字以後我還會找機會 再告訴你怎麼去記它齁 好,來,下一個來 CALHIT 中文 要買的人 這樣OK嗎 OK 好,那你注意看喔 要買的人是誰 來,要怎麼翻譯 英文 不然英文也可以啦 CALHIT 這位是誰 漂亮 誰 但是其實講誰 但是講誰 CALHIT 是誰 這樣OK嗎 可以 可以喔,好 來 要問的人是誰 要搭車的人是誰 要搭車的人是誰 來,怎麼說 要搭車的人是誰 來,怎麼說 要搭車的人是誰 我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的意思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的意思 可以 可以喔,來 要玩的人是誰 遊玩的人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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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不可以懂了 可以 好,來 那 要洗碗的人是誰 但我把碗放進來嘛 你懂意思嗎 要唱歌的人是誰 是不是很容易局一反三了 可以 可以 這樣你懂意思嗎 要送的要結束的要做的 這樣OK嗎 可以 要搭車的人是誰 是你 有沒有 對 這樣你懂意思嗎 是不是我可以一開始 滿滿局一反二反三了 可以 可以齁 好,來 謝謝怡玲 謝謝好,來 謝謝老師 那我問你,雅惠來 雅惠在嗎 雅惠在 好,雅惠剛剛的講解 可不可以理解了 可以 所以好,來 這個就是文法裡面最重要的喔 好,來 第一句幫我唸一下日文 告訴我中文 來麻煩你 明天要買的書 好,來 中文 明天要買的書 在哪裡 哪裡 哪裡 哪邊 明天要買的書 是哪個 錯掉了 來 初期日文沒有學好喔 對 對 來 Dore叫做物品 物品的疑問句 叫做哪個 哪兒 哪裡 我明明講哪個 你為什麼不理我 哪個 好 來,再一次來 再一次來 再翻譯一次嗎 是的,沒錯 來 明天要買的書 是哪個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了 可以 可以 好 第二句 日文麻煩你第二句 來 明天夜 一緒に 食べる時間がありますか 好,來 中文怎麼翻譯來 明天晚上 一起 詩的時間 有嗎 不會翻了 這個時候你就開始在亂翻 為什麼 因為你不知道如何看住詞 注意喔 我們在翻譯時候是看住詞來決定順序 不是看你的感覺 OK嗎 來 剛剛我剛剛有說過怎麼翻譯 從前面往後面 前面的名詞做後面的動作 是的,沒有錯 好 那 因為あります很特別 它哪裡特別 在我們的中文裡面 有 或者是沒有 都要拿到前面先翻 再講一次 我們中文的習慣 本來 要順翻沒有錯 確實都是對的 但因為我們中文的翻譯習慣是 有 會先拿到前面翻 所以 注意看喔 注意看 然後解釋一下 這裡是一個逗點 所以它叫前後句 這是前句 這是後句 兩個是分開的 所以 在翻譯的時候 前句先翻完 才會輪到第二句 所以明天晚上 OK嗎 先翻 OK 然後再輪到嘎 再輪到這個 來 明天晚上 有 時間 不對 錯掉了 時間怎麼會先翻呢 順著翻 對吧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 剛剛是不是順著翻 但因為 阿里媽斯先 阿里媽斯是特殊的 所以導致它 剛剛後面先翻 是不是結束了 那剩下的這一面 對 你不是也要按照順序王 喔 對不對 明天晚上 有一起吃飯的時間嗎 對 來把這個次再加上要跟會 幫我未來次放進來 要或會 明天晚上 有要吃飯 有 要吃飯 一起 要吃飯的時間嗎 好 再往下看喔 我現在就是要慢慢幫你住持 幫你定位 就是我們日文是按照住持的順序來 對不對 好 有沒有看到我 有 我告訴你誰是主角對不對 對 所以主角那一大票要先翻 所以這一票要先翻 可以嗎 好 好 那這一票裡面有沒有有人有住持 有啊 所以你要先翻 來 這個你你會翻嗎 嗯 在 很好 在什麼 在下個禮拜一 嗯 然後呢 下個禮拜一 好 然後呢 要見面的朋友 是誰 對 你不能翻成見朋友 這樣不對 要見面的朋友 這樣可不看得懂了 是是 對 好 再來喔 注意看喔 我的日文都是透過住持來翻譯的齁 嗯 OK嗎 OK 好 那我有兩個住持誰先翻來 嗯 都 其實是 其實是 嘎後面先翻 喔 對對對 剛剛講過了 那還有一個狀況齁 除了 嘎 會先翻 還有狀況 對 否定也會先翻 我們中文的否定是放在前面 我不吃 我不要 我不想 我不可以 嗯 對吧 是不如都要先講 嗯 所以這個否定要先來 所以它要先翻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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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然後 往跳下一個柱子是不是偷對不對 對 來 沒有怎樣 沒有跟你 一起吃飯的時間 這個叫眼睛 一起去 一起去的時間 對 很棒喔 很棒 再翻一次 我把所有東西拿掉來 再翻一次很棒喔 來 沒有跟你一起去的時間 好 差最後1% 來 把未來是放進來 來 沒有跟你一起去 要去的時間 是的 看得懂嗎 看得懂 看得懂 所以 日文的翻譯 先看誰 住詞 是的 住詞 我們有一定的順序 我們先慢慢看 OK嗎 好 再看第5句喔 哇 前面已經先翻 不要懷疑 好 那這個我們後面會講 這個叫做對象你 對 對象你OK嗎 好 那對象你的對象是誰 媽媽 好 那這個對象你的 我們中文就翻成對 先暫時先用對 好 那注意一個原則 對象你出來時候 先看後面有沒有動作 也就是有沒有動詞 嗯 有動詞對不對 有 有嘛對不對 好 那這動詞要先翻囉 好 我把詞稍微放大一點 縮短在這邊 就這邊就好了 後面不管他 對象你 給路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給 給 如果會就不太棒了 來 所以對象你出現了 不能先翻 先翻動作 所以要怎麼翻 這是給媽媽 沒有 就紅色的部分 紅色的部分 給媽媽 給媽媽 要給媽媽 會給媽媽 要給媽媽 要給媽媽 好 注意看喔 注意看齁 你要看我 我有些地方不要讓你看 是有原因的齁 好 你會發現動詞原型 對 後面一定加名詞 沒有例外 對 那兩者中間翻譯要加什麼字進來 對 所以來 紅色框框的地方 等一下我 等一下 等一下齁 我要紅色框框就好 好來 中文怎麼翻 給媽媽的禮物 未來釋放進來 來 要給媽媽的禮物 看得懂齁 對 好來 第五句應該就沒問題 來 第五句整句幫我翻譯一下 來 這是要給媽媽的禮物 這樣可不可以看得懂的 可以 日文幫我翻譯一下 來 日文 これは母にあげるプレゼントです 這樣OK嗎 OK 就是這樣方式喔 這個就是動詞原型加名詞 翻譯很關鍵的地方 好 也會這樣可以齁 好 謝謝你 謝謝老師 好來各位齁 一二三句 你稍微看一下 我去倒個水 各位等我一下 我因為喉嚨很乾 我水喝太快了 各位你看一下題目 我倒個水等我一下齁 好來 文育來文育在嗎 好 在 好 文問一下文育齁 文育有要去考檢定考嗎 之後會 對 好 我們是檢定班 雖然是以會話注重 但是考試的時候我還是要教你技巧 注意看喔 我們考試有一堂課是考文法題 文法題我們不看題目只看答案 OK嗎 嗯 好 我們剛剛一起在講說四大磁性的每一個連接 是不是都是特殊的對不對 對 都不會相同對不對 好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一個 動詞 動詞圓形 後面只能加什麼 名詞 是的 好注意看喔 注意看我這裡 來 這個貼後面是不是要加動作對不對 對 貼形是動作連接嘛 那這個 是不是圓形 對 後面加什麼 名詞 是的 這樣子我就可以判斷出來 那你要講給自己聽 這樣子可以幫助你的 建立邏輯在你的腦海裡面 好 名詞 好 那我再問一個部分 我們剛剛一直有在複習一件事就是 E 什麼叫E型 是屁股有E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再問一個概念 什麼是MAS型 MAS MAS 有MAS 是這樣嗎 MAS型 對啊 MAS型屁股有什麼 有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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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是MAS型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不是MAS OK嗎 好 可以 那這概念是被建立起來對不對 好 那但是它還有一種特殊狀況 還有一種 什麼狀況 其實沒有MAS 它也叫做MAS型 變回原型 沒有 你剛才沒有注意聽我講話 我再講一次給你聽 日文文法它是用外觀判斷 這個沒有問題對不對 嗯 屁股有MAS叫MAS型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它MAS型還有一個特殊狀況 即使MAS被拿掉的 它仍然是MAS型 是MAS型 是MAS型 哦 這樣OK嗎 可以 這是它特殊狀況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它規定的 但我只把邏輯化給你聽 OK嗎 嗯 所以它是相同的這樣 對 所以它被MAS型 沒錯 它被也是MAS型 這樣可以嗎 可以 OK可以好 我舉個例子 有鬍子是男生 沒有鬍子 就不是男生嗎 不是 還是嘛 也是啦 也是男生 好 這個MAS就有點像鬍子一樣 有鬍子 密密麻麻的 一定是男生 不可能是女生 長一點點那個不算 長一點點那個不算 所以MAS拿掉 一樣是MAS型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第四個是MAS型 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可以 可以齁 等一下齁 MAS型 這可以理解我對不對 可以齁 好 第一個叫K型 這可以理解齁 OK嗎 好 我稍微跳到我原本的第一頁 注意聽齁齁 我跳到我們第一頁來 你們不用翻我翻就好了齁 這是我們四大詞性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有講過動詞的原型 下面那個表就是它的口語 原型 實態 有看到嗎 對不對 有 這裡是五段音 是第一類動詞的原型 對不對 那MAS去掉RU 是我第二類動詞的原型 第三類 SIMAS變成SRU 對不對 對 好 那你有沒有覺得一件事情很奇怪 要是我就覺得一定要公平齁 動詞的肯定有原型 那否定是不是應該有原型才對 對 合不合理 合理 對吧齁 我女兒常常跟我說 爸爸你都跟我說 欸 要公平 要公平 那我女兒一直跟我講公平 所以我跟他說我吃飯不看手機 所以他不能看 這樣公不公平 吃飯所以他不能看 不公平 我不看手機他不能看手機 這樣公不公平 不公平 哪裡不公平 我沒看他沒看 你都沒看這樣很公平 很公平嘛 對不對 好 這概念上可以理解齁 那他吃飯如果看手機這樣有公平嗎 他吃飯 不公平 所以我在我們家 我很嚴格 吃飯絕不能看手機 而且我很機車 別人看我還會念人家喔 嗯 嗯 記不記車 就是大家公平 欸不對跟我沒關係 小孩子在看手機 我女兒 欸吃飯不要看手機 知道嗎 嗯 我很兇的 我跟你說我這個社區 我很兇的 小孩子看到我 啊 他怕出來 手機趕快收起來 我只要出現 小孩子都乖乖吃飯 哈哈哈哈 好 回到這邊來 所以我的マーセン 是不是要有圓形才對 對 我有今天告訴你了 否定的圓形叫做什麼 耐 所以耐 所以耐型也是一種圓形喔 這樣OK嗎 嗯 可以 那過去是有沒有圓形 有 他行 這樣OK嗎 可以 好 這樣邏輯有就好了 所以回到這邊來 這個 這個 是不是圓形 對 是不是圓形 吃過 對 是不是圓形 是不是看得懂了對不對 對 不要用背的 我們溝通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你注意看喔 注意看喔 下影線的後面 接了一個名詞 對不對 對 所以 可以接名詞的詞性 是不是只有 動詞的什麼型 圓形 所以 動詞的圓形 來 這個不對 這個不對 剩下誰 2跟3 2跟3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把這都拿掉喔 就是教你如果看他的原貌 我們不是用背的 我們用看的 看得懂會比背來的好 來 這兩者有什麼差別 注意看我的眼睛看哪裡喔 考試都會叫你二選一 長得很像給你 那長得很像 其實他就是要提示你一件事情 長得很像的不是重點 長得很像的不是重點 所以這個長得很像 一模一樣是不是重點對不對 嗯 那重點在哪裡 長得不像 後面 對 這個叫做未來式對不對 對 這個叫做過去式對不對 對 所以關鍵看哪裡你知道嗎 史態 嗯 這是未來 這是過去對不對 過去 所以我要看的關鍵在哪個地方 早知未來跟過去的提示 我答案是不是可以出來了 對 所以來注意看 我的第一題答案是哪一個 2 為什麼是2 因為他是明天是過去式 是的 沒錯 注意看我的第二題喔 來喔我們把題目遮起來 看答案 來卡屋什麼時性你告訴我 圓形 圓形 什麼是過去未來現在 未來 對 我再加個未來 看得懂了齁 嗯 來 第二個 什麼形態的動詞 什麼形態的動詞 黑形 黑形 那第三個呢 他形 來他形是什麼樣的狀況 他形 過去式 過去式的圓形對不對 對 他也是圓形嘛對不對 對 對吧 那卡一是什麼狀態 呃就圓來 圓形 不是圓來 圓形 你不能創一個我聽不懂的 哈哈哈哈 當你成為老師 你就有這個資格 創一個你聽得懂的 嗯 我跟你講 日本那些學學者 就創了一些怪怪的講法 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長體 我聽不懂 我聽不懂 嗯 還吹個叫什麼 吹個叫什麼 吹個叫什麼 長體還有圓形 圓形我就不懂了 真的啊 我真的不懂 你能懂什麼叫長體嗎 不懂 那今天在臉書齁 呃 有一個社團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參加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參加啦 我有三不五時會上去 呃 上去分享 我看一下給 可不可以看各位找到那一個社團 等我一下喔 那個社團 我看可不可以看得到 嗯 在哪裡 在哪裡 等一下喔 有一個社團 他寫了一個 呃 在哪裡 是這裡嗎 我給各位看一下 分享一下喔 應該是這裡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 日文童話會 好像是這裡好像不是齁 我就大概瞄一下齁 他有一個人寫了一個 他說他什麼 欸 不知道如何分辨 分辨什麼 喔 叮嚀型 還有圓型 他寫了這兩句話 我想起來了 他說他不會分辨齁 不會分辨 叮嚀型 還有圓型 他說他不會分辨 欸 我本來有 上面有回答他 可是答案卻不知道 我有留言 但留言不懂我去哪裡了 我先問你一下 文宇 你知道什麼叫叮嚀型嗎 叮嚀型 字面上就是特別的叮嚀這樣 啊什麼叫圓型 我告訴你 特別圓是不是 我跟你說喔 這種就是學者 他弄一個中有名詞 給自己爽的 你懂嗎 所以外人會知道嗎 不知道 所以你不能用他的概念去 叫你自己理解 所以我都把它意思把它改掉 你懂嗎 懂 你懂意思齁 嗯 就是 學者發明的這個字 是給自己爽的 只要我會 你不會就是我厲害 我就是學者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叮嚀型跟圓型 我永遠都聽不懂 但是我把叮嚀型再改變 叫做禮貌用具 我就聽得懂了 嗯 這樣OK嗎 可以 這樣可以齁 原型聽不懂 對我就是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了 什麼叫口語 那我就會了 你懂意思嗎 平常 對 你懂意思嗎 對 所以叮嚀就是禮貌用具 啊什麼叫禮貌用具 禮貌用具就是 MASU型 這樣會不會分辨了 可以 然後你 行きます是不是MASU型 行きます 是不是叮嚀型了 也是 是 那你需要背嗎 不需要 所以我講的是說 當我有一個講法 你聽不懂 你一定要跟我溝通 老師為什麼要這樣子講 我會告訴你原因 你不能硬生生拿去背 不然你這英文都不會 我跟你講 很多老師都跟我解釋 什麼叫原型原型 我就聽了 都沒在說什麼你知道嗎 我說你可以講點人話嗎 我聽不懂你的非人類的語言 你懂概念嗎 懂 可以 所以用這種方式去看它 所以回到我們這邊來 這樣概念可以看得懂對不對 好 可以 所以我們就用這種方式去看它 OK嗎 好我把這個都拿掉 我把這個都拿掉 剛剛我們已經把簡單的答案寫上去了 好來 注意看 然後 這邊是不是有個Cake 對 是不是動詞於 知名詞對不對 名詞 所以只能用圓形嘛 所以我的2是錯掉了 4是錯掉了 那又出現兩個都是圓形 是不是要看時態 對 時態在哪裡 嗯 所以答案是哪一個 片名 前天 所以是3 是的好 那我們注意看喔 第三題答案我們就可以順邊的馬上找出答案 你注意看齁 第一個是Mars形對不對 對 現在是圓形 對 過去是圓形 跟T形 對 是不是都很快分辨了 對 來 注意看 有沒有看到下影線後面有個Doki Doki是名詞你知道嗎 Doki是名詞 我不知道 好那我怎麼判斷 有沒有看到 因為後面有一個助詞 對 所以前面一定是名詞 你懂意思嗎 對 所以不管它寫什麼字 哇前面一定放名詞 OK嗎 可以 可以跟名詞連接的 可以跟名詞連接的 可以跟名詞連接的齁 嗯 因為我們下面都是動詞 所以動詞跟名詞是要改成圓形 對 那我們現在有兩個圓形了嘛 是不是看得懂 馬上看得懂對不對 對 所以答案是哪一個 2 2 因為是每天對不對 每天 你會發現寫答案就很快了 對 對吧齁 我們不要 以前你們在寫題目的時候 哇超認真的你知道嗎 就是 題目拿來先用日文唸過一遍 唸過一遍不一定會 然後又再唸兩次 然後又開始亂翻亂翻 有沒有 其實不用啊 懂意思嗎 懂 好 以前有一些同學上過我的課 知道我以前在學校考試的時候都在作弊 那作弊到全班第一名 老師都不相信我會 我是真的懂 然後他在旁邊盯著我寫答案 然後我都拿紙你知道嗎 把題目遮起來 先看四個答案就寫答案了 老師說你怎麼知道答案 用看的啊 怎麼看的 喔我很難解釋給他聽 他就在我旁邊一直盯著我看喔 這答案有多少 這個答案要嘛2要嘛3 為什麼 好答案是2 你怎麼會 然後我就說這你看不出來嗎 你不是老師嗎 用推的 對我就是用推的 所以我反應速度很快 那老師不相信 因為我在學校被作弊抓了好多好多次 我作弊到最後面已經升華到 我從題目找出我的答案了 而且我發現不需要的東西可以 我都把它劃掉 老師說你怎麼把它劃掉 這個不用啦 為什麼不用 我好難跟你解釋喔 嗯 這樣懂意思了嗎 懂 可以齁 這個文法 如果你理解的時候 當你去看一些日本的網頁的時候 你注意看齁 就這個頭 注意看齁 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他形 是不是圓形對不對 對 對不對 那這個是動詞的 過去是 對 然後加上名詞 是不是合理對不對 對 那我有說過動詞圓形跟名詞連結的時候 要加一個字 什麼字 的 所以紅色框框中間怎麼翻 要 不會是要 過去是不一樣 喔 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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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墨那是怎麼翻 等一下 你鄉鄉鄉鄉 找這個出來 對 對 哪裡有 哪裡有墨 喔 怎麼了 那怎麼辦 那要 要怎麼 我現在跟詠玉說 現在我只講解文法 內容不用去理他 OK嗎 好 了解 當然你想知道意思OK 我只告訴你 我們在解題的時候 是不用看語役的 OK嗎 好 那我現在加詠玉口 我現在可以告訴你答案 這個沒問題 這個其實在我們文法裡面有 你等我一下 你動一下 我直接搜尋給你 動一下 等一下喔 好 在86月這邊有 詠玉可以翻過來 這個我可以跟你解釋 那我等一下告訴你 在沒有老師的情況下 你如果去找出答案 OK嗎 好 因為你永遠會遇到不會的單字 對 那你不見得可以 不見得永遠都會找到我 那我教你如果自己 沒有老師的時候 怎麼去找答案 那我先告訴你 86這一個齁 墨有兩個解釋 永遠看得懂嗎 看得懂 好 那已經跟在 因為一個日文有兩個解釋 你就會混亂 好 這很正常喔 女人跟男人兩個字就會混亂 舉例 一形容詞跟哪形容詞 兩個同屬性 你就會混亂 所以我們只要記一個 等於記兩個 OK嗎 是了解 好 我先告訴你齁 來 墨叫做已經可以嗎 可以 墨叫做已經 把觀念壓在他身上 墨叫做已經 好這沒問題 那什麼時候當作戰 來注意喔 當有出現數量的時候 數量的時候他翻成戰 好這是邏輯 那我舉一個例子給你聽喔 墨我剛才中文說什麼 永遠 已經 已經喔來 中文怎麼翻 已經失了 好這個沒問題對不對 好 那如果他再加上數量的時候 就不能當已經嘛對不對 當什麼 散 OK 注意看齁 來中文怎麼翻 散一杯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了 可以可以 再講一次 墨原本當什麼 已經 所以墨就已經吃過了對不對 對 所以當出現數量的時候 他就變成什麼 散 對 所以墨100是什麼 散一杯 好回到這邊來 等一下喔 看到第幾頁 17是不是 等一下 在哪邊 正極來 正極在嗎 不好意思 欸 這個來 好 我們就 這個地方就好了 這個地方喔 來 怎麼翻譯 蛋糕 已經吃了 這樣OK嗎 了解 好 那我再教永遠跟同學分享一下 當你沒有老師的時候 然後 你要怎麼找出他的 中文解釋 不管是 日本的網站 或中文的網站都可以 我先教你在日文網站 可以找出答案 到日本的Yahoo 先打mo 打上去 我相信大家是打字會嘛 對不對 好mo 那在日本 這是日本同學教我的 他說他們也有日本人不懂的字 他去Yahoo怎麼找 把單字打上去 然後後面再加個 Dowa Dowa Dowa的意思就是 是什麼 所以 mo Dowa 就變成 mo 是什麼 這時候按下檢索就可以了 他就會告訴你 mo是什麼意思 這樣OK嗎 那當然 因為他是用日文解釋給你聽的 你可能看了不是很懂 你可能看了不是很懂 但是這個我可以告訴你 你可以加減 稍微學一下 因為我們在日本就是這樣子了 所以比如說他可能會有一個 什麼磁點之類的 你就大概慢慢看一下 這些大概就是他講話的東西 好那再回來到我們的那個什麼 台灣這邊 比如說我打一個mo對不對 mo對不對 可以齁 那旁邊就寫中文這樣就可以了 在這種方式可以協助你 這樣OK嗎 那 剛才第一種的 對 這種第一種我希望各位可以學起來 這是你當你不會這個日文字的時候 其實日本的雅虎直接查 這方式不錯 好 來回到我們這邊來 所以這個部分這樣OK嗎 對不對 沒錯 好 概念是這樣子 那24這一個文法 來我讓各位自己做一下 下次我們再來講解 下次再來講解 我們下次再來講解一下 那中間我等一下會再講解補充一個東西 從組也是要讓各位自己做 我們現在再講 28我們之後再來說 那我現在補充一個 我們今天講的一個概念 我請一下 誰呢 我看一下 好 來 智慧來 智慧在嗎 老師我在 剛剛按錯 按錯跑出去對不對 好來 不是我今天用手機啊 所以看得很吃力 不要用手機看啦 我今天筆電進不去啊 為什麼 不知道啊 筆電跟你不熟送給我送給我 哈哈哈哈 慢慢來 電腦其實操作還蠻容易 它不難啦 OK嗎 好 來來來 等一下再試試看 那如果你看不到我再問你啊 有辦法嗎 那先 沒有 先換別人好了 我怕你已經看得不舒服 所以你先放輕鬆 OK齁 好 那鍾先生不在 來那個來 貝宗哥來 貝宗哥在嗎 來老師請啊 貝宗哥我們在講一個細節的部分 齁 剛剛說的齁 動詞圓形加上名詞 是不是變成的對不對 對 然後要加成要去的人對不對 好 那我們剛才圓形有說過 有過去式的圓形對不對 怎麼變過去先不管它齁 它就是過去式圓形 這個也看得出來嘛對不對 對對 好 那剛才有同學就會想要翻什麼 什麼去過的人 對不對 去過的人 其實不要這樣翻 不要這樣翻 翻什麼 去的人就好了 去的人 老師老師 那過去式怎麼沒有了 好 這是中文跟日文矛盾的地方齁 注意看齁 去的人這三個字有過去式嗎 沒有 好像沒有對不對 那感覺又有齁 沒有跟有都有這種感覺 但是要去的人 就一定是未來式 因為有這個要對不對 對 好 沒問題齁 那我再加一個字喔 再加一個字 注意看齁 瞬間這個字就會變成過去式 去年去的人 有沒有變成過去式了 去年去的人 有沒有 有 有 那關鍵在於 我把時代放上去之後 後面這個字 就算沒有過去式成分在裡面 我們也懂 該你可不可以理解 當然 當然 你硬要翻成去過的人可不可以 那為什麼不建議 因為我需要把你的文字越簡單越好 OK嗎 那在我們的中文如果沒有這個過 感覺是不到過去式 可是ちょっと待って 我們是講日文對不對 來貝忠哥 有沒有看到這個他 好 你收訊很糟糕 我就先Pass 因為聲音不見了 來 Amber來 Amber在嗎 Amber 這邊我把麥克風先關掉 來 Amber在嗎 Amber不在是不是 好 來 那我請一下 Grace來 Grace在嗎 在 好 Grace你注意看一下齁 剛剛我說的 中文沒有過去式對不對 對 可是你看我的日文有沒有過去式出現了 有 有 所以在日文沒有過去式的問題 因為他已經出來了 懂意思嗎 嗯 所以 他就是過去式 在日文我們聽得出來 可是在中文去的人 不見得可以體驗 可以感受到他是過去式對不對 所以 對 你翻譯的時候不要擔心 翻譯的時候 只要有時間出現 去年去過的人 就可以變成過去式 OK嗎 嗯 是 懂意思齁 好 注意喔 來喔 我再舉個例子齁 來 中文怎麼翻 要買的包包 好 那卡塔卡幫怎麼翻 買的包包 是的 不要 你要翻成買過的包包也可以 但我不建議 你懂意思嗎 嗯 好 那你注意看齁 我再上去中文幫我翻一下 來 明天要買的包 好 你是不要緊張 你不要緊張 你不要亂動 Grace你亂動雜訊很大 你不要緊張齁 你不要緊張齁 來 中文 昨天買的包包 好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我剛才講的了 即使遇到過去式 就是我們不要翻成過 就動詞 原型加名詞 變成等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了 可以 可以 沒問題齁 好 來謝謝Grace OK 好的 來 還有沒有同學對於這塊不清楚的有沒有 如果有 歡迎同學提出來齁 好 那我跟各位說一下齁 呃 這禮拜我希望各位可以把 24頁這幾頁寫一下 那其中有一個地方齁 呃 寫到27頁這邊 重組這邊齁 呃 你怎麼把我的名字拿過齁 哎呦 不錯 很遠 我們兩個會合 我們會合 好來 那 很遠 你注意看齁 你去聽我講一下齁 重組我們有三招 之前有講過了齁 之前課程有講過 看頭看尾 第三招 看四個學生的共通性 看頭看尾我不講 我講第三招 你注意看一下齁 我在看答案的時候 我在找什麼 我告訴你我在找什麼 我在找住持 一住持前面只能加名詞 可以嗎 是 可以齁 好 那這個是名詞對不對 對 所以他有可能放在他前面對不對 是 好我先找他共通性 來有沒有看到一個他型 有 他型後面一定要加什麼 名詞 是的 啊名詞在哪裡 啊不就是他了 對吧 但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因為我還有頭尾兩個地方 說不定也有名詞 頭是嘎 尾幫是des 你有沒有看到 所以他們都不是名詞 所以我的3 後面一定要加名詞 對不對 對 所以他一定加這樣子 絕對沒有錯了 OK嗎 所以3跟2一定兩座會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 了解 好 那3跟2連在一起之後 哇 是不是要放名詞 對 那名詞在誰身上 用碰 那個3跟2 而且還用大碰 對 所以321就出現 有沒有看到 了解 這樣懂意思齁 來再往下看我第二題齁 注意看齁 來齁 我一樣看第三招 注意我把它遮起來齁 來 好 有 有沒有看到 哇前面有一個no 這什麼詞性 名詞 對 好 再來一件事情 有沒有看到有kude了 有 kude告訴我一件事情 後面要加形容詞 對不對 好 那在形容詞那一塊 我稍微跳一下齁 在形容詞那一塊 大概好像是14頁吧 我看一下齁 在我形容詞這一塊 我有舉一個例子齁 注意看齁 16頁這邊 原本我們都認為說 kude後面要接形容詞 對 這點是沒錯的 但在第三 第三句跟第四句 我有告訴你一件事情 喔第四句 kude後面還可以加一個修飾語 有看到嗎 有 那kude前面也不見得是直接馬上接形容詞 也可以加一個修飾語 有看到嗎 有 所以這一點就是提示你這一塊齁 所以 二十七月這個 這個kude啊 不見得 不見得 馬上加它 但是 3的後面 一定有4 ok嗎 是 好這樣理解一聲齁 ok齁 現在提示你 再來 我在找什麼 我在找1形容詞 有沒有看到1形容詞1是留著的 有 1留著我們只要有兩個狀況 加des加名詞對不對 對 我的名詞有誰 有這一個 有這一個 對吧 那當然後面也可以接des 我們看一下 他有沒有des在後面 好沒有des 有ありません 對不對 所以這個字 後面要嘛接 注意看喔 要嘛41 對吧 要嘛42 是不是可以推理出來了 對 這樣理解的意思嗎 了解 概念就是這樣子喔 ok嗎 了解 好 那這邊有個小小很大的陷阱齁 我問你喔 顏色會小嗎 不會 這樣形容 對 顏色不會小 但顏色會不會亮 會 注意喔 好這個就是他的賊賊的地方齁 kuteri 你後面會很習慣講要接這個詞對不對 對 小又明亮嘛 那我問你 顏色會小又明亮嗎 不會 不合理 所以 顏色不會小 但顏色會怎樣 會亮 所以 這個其實是324喔 ok嗎 顏色會明亮 但顏色不會小 ok嗎 ok嗎 了解 了解 再看第三題一樣喔 顏色會漂亮對不對 是 顏色會遠遠的嗎 不會 對 這就是理解考題喔 而且同一種模式 有看出來嗎 嗯 了解 所以 可是很難要了解一下 對對對 有點小難的 所以我現在 我現在告訴你重點 就是我提示你 你回去再做的時候你才懂 再講一次 好 kuteri 後面我們有說過 是不是要加形容詞 沒有錯 這是正常理論 但是你要注意這個題目有出現顏色 所以顏色不會又小又明亮 是 所以我的顏色一定是跟著明亮 ok嗎 了解 第三題有沒有看到 漂亮然後圓圓的 跟著 他是圓圓在前面 圓圓的 完就是圓的意思 圓圓又漂亮對不對 所以顏色會圓圓的嗎 不會 所以顏色一定是漂亮 ok嗎 是的 了解 這樣ok 就我提示你這個 就是我們重組 頭跟我不講 我就看我的答案 所以我在找什麼 找裡面可以讓我兜的東西 你在看我第五題 有沒有看到no出現了 有 前後名詞對不對 對 前後用名詞 那我們就找啊 銀行是名詞 賣也是名詞 A級也是名詞 是 我總共有三個名詞讓我兜 那你就試看看嘛 是 車站的銀行 還是 車站的 前面 還是 還是什麼 就自己兜看看 好好 了解 咖前面是不是 咖是不是住詞 是不是加一個名詞 對 前面要名詞 所以是有銀行還是有前面 你自己猜嘛 有銀行 對嘛 是不是有銀行 我三是不是在這裡了 是 車站的什麼 no 在車站 車站的前面 車站的前面 有沒有看到 是 可不可以理解我在講什麼了 了解 可以齁 所以重組不是 對 重組不是去 看他的意思是什麼 再來重組不是 先拿上去測試看看 看誰跟誰適合 好 這樣OK嗎 可以齁 好來 好 來 所以各位 這個題目我先大概提示你一下 然後先做一下 然後我們下一次才會來做講解 然後下一次我們就會從28例來講上去